众所周知,冰雪主题的武器有两把,一把是冰霜M4 一把是AK,而马上就要上线一把冰霜UMP了 它爆料是长这个样子 这外观也太帅了吧,它有一层冰块在表面 金沙波是这样的 然后它的盒子是这样的 集中特效是这样的 有点小帅 并且我还听说冰霜MC一起翻场 这次是B出的转盘 终于,终于有了B中 我之前想要冰霜MC,愣是死活抽不到 这次出了B中,我高低要整一把才行 你们期待吧,22号就会出 这次我落地打两个人就被干了 这个人上来一点双衣都没有 当场把我吓一跳 笑我这个暴脾气 那必须回来复仇 结果我落地又有人来抓我 看我这波提前枪 直接将它秒杀 一枪都碰不到我 对面阳台有一个 咱们趴着舔包 舔完之后一颗雷送它回家 你还以为我没发现你呢 是不是 收下最后一个人上面 是一个穿着黑红木乃衣的 我这几颗雷竟然都没有炸到它 感觉落地挺准的呀 最后踏不下来 我也不好攻 兄弟们 我教你们如何用智商干掉它 看我表演 这个圈我一看就知道 它必须出一个地方 那就是加油站收卖机 它从雪山下来一定会来这里 我把车停到马路上 然后跑过去准备埋伏它 果然我刚蹲下 它开着车就下来了 马上要中我的埋伏 它也把车停在那里加油 进来吧宝贝 我等你好久了 等它翻窗进来 我看完了 暴露了 我太着急暴露了 没关系 正面也能干掉你 一颗雷丢过去 让我预判提前枪直接拿下 嘿嘿嘿 这就是智商取胜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它一大堆装备 全部拱手相送 这叫什么 搜一座城 不如等一个人 还可以买一把相枪 相枪就在这个地方发射吧 刚拿完九人过来抢 它开车都不带拐弯的 被我两枪斩落马下 接下来就开始狙击表演了 这个地方虽然危险 但是也很容易发现敌人 风险和生意是并存的 搞不大的 你的名字叫太蓝 有个魔陀上连开太快 撞到了围墙 文艺枪直接送走它 我好太深 跳起来灰拳人瞬间就没了 哦好 原点有一辆装载车 没关系 它以为自己很安全 但我的子弹是穿甲带 它要是被我逮住 直接穿它就完事了 哼 又看到一个 两枪再收一个 这一时敌人看我这个位置太爽了 于是想上来抢 我只能说门都没有 这个地方今天是属于我的 这人在干啥 骑鹿过来发呆吗 睡着了呀 结果我刚封完颜 又来一个特间大牢 好家伙 你是来跟我送跑车的吗 还是隐藏还跑车 山的远边还趴着一个 照样一枪送走 最后剩下四个人 那个装载车还在 我专门留两发子弹 就上打你的 一枪再拿下一个 哈哈 这把AMR拿了好多的人头 现在不再宣了 咱们赶紧下去 这种情况上防顶 是最好的选择 利用滑板可以飞上去 上来以后 确定一个在我脚下 我就可以安心 打装甲车了 但是我看不到 它在那个座位 肯定不在主驾时 妈呀走滑了 哇的妈呀 差点出事 还好第一枪中了 成功反杀 最后一个也跑出来 我躲在这里面打样 嘿嘿 找不到了吧 最后这个敌人 其实最高笑的 我开上了专甲车 我以为它会打我的车 但是下一秒 直接笑死我了 它对着我开始跳舞 我这个暴脾气不能忍呀 准备一颗雷送走它 嘿嘿就你会跳舞是不是 我也会 我也给你跳一个 好啦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